What's up YouTube 当你从Developer买新家 拿到锁石过后 不要那么快开心先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有一样东西 你必须check的 而且呢 可能分分钟你要等 一个月过后 才可以搬进去住 所以当你拿到锁石过后呢 这一段时间呢 它是叫做DLP Defect Liberated Period 那什么是DLP呢 基本上就是说 当你拿到锁石过后 你需要做的动作 就是check完所有的东西 所有Developer给你的material啊 收工美不美啊 如果是不美的话 在24个月里面这期间呢 如果你发现到有问题呢 你必须要跟Developer讲 我讲给Developer 所以Developer他是可以 在这段时间呢 这个时间呢 是会帮你去弄好他的 就好像你买手机样子 你买车 手机的话 他就有一年 warranty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他就换新的一架给你 车的话呢 可能在那个 period of time 有问题的话 可能他会换新的一部车给你 但是这个房产呢 他是有点不同 就是说 如果是有问题的话 他不可能是换一个新的单位给你 但是呢 他会帮你修补好 来那个不完美的那些部分 还有一点你们要注意的就是说 这个DLP呢 是必须 那个property呢 它是under这个HTA 还有Residential title的 那么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说 你要去check你的unit 到底有什么 缺陷的 有什么是不完美的 你必须要 跟你的list out 然后跟你的这个Developer讲 那这个步骤是如何呢 其实很简单的 那现在我要展示给你们看 before你来到就是说 出发要去到你这个新家 去check那些东西之前呢 你要准备几样东西 那第一样东西就是说 你要随身带着你的买卖合约 你的SPA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SPA里面有提到 你的这个家的interium里面的那些材料呢 是用什么的 那比方说 比方说 这个墙呢 它是说它是给你一个solid wall的 是一个墙来的 不是一个partition 可是呢 如果是说它的现成品呢 完成了过后 它给你 喂 这不是一个墙 我是一个partition 是不是货不对版 所以这个你就是要 一个一个去对你的SPA咯 这样子就会很清楚啦 那么再来你要准备的那几样东西 就是说 这个插头啦 等下我会给你知道怎么样用 然后这个 我们讲的这一个拉尺啦 还有那一个 叫做 比如说 有一把尺的那个尺呢 我不见掉了 但是 那个尺叫做平衡尺啊 so 它是怎样的用处呢 你买了那把尺呢 你这样子放去你的墙壁去量 那你看啊 如果它是90度的话 你看它是没有gap的 OK 那个也可以算是L-shape的那个尺来的啦 如果它 你放下去啊 它这边有个gap哦 你看啊 所以变成它这个墙啊 它不是完美的 也不是90度的 它有点歪的 这个你也是可以去 complain给developer 量完了墙壁了 再来你就可以量它的 ceiling的高度咯 比较standard的话 它是给你10ft 还是11ft的高度 所以如果是高度不对的话 你也是可以drop一个node 然后给developer知道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看它的线好像不平衡的啊 它这边直 然后这边下来一点 然后这边又好像 不懂是我站在这边的角度问题 还是什么 但是给我的感觉好像有点 不平衡耶 再来你要check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要去每一个角落的岔头 去check看它到底work不work 看我这个是phone cable的charger来的 你看看 它是有电的 所以它每个插头work就没有问题咯 然后再来你就看这些plug coin啊 它有没有安到很完美啊 这些就ok咯 它用到它的手工 我们就要看这些电 你看这些电也没有在walking 其实啊如果你买的一些project啊 如果是bare unit啊 就是空的单位啊 它没有这些灯的话你要怎样呢 最好是带一个你认识的装修的朋友 一起来去check 因为它是给你lighting point 往往就是有一些wire线条这样的下来 所以你这样去check你什么都不会哦 也是很危险的 就是带着一个认识的会装修的 或者是弄店的朋友一起去check会比较安全 就是说你要check那个地板咯 走下去平不平衡 就好像example来讲 它是那种laminated laminated 甲木的那种flooring啊 所以它是那种一片片这样子拆下去的 所以如果它拆到不美的话呢 所以你走路的时候 你感觉好像不平的 那这些呢你就看哦 这些是不是 啊 脏还是它没有处理好来 如果是啊 你看这个是灰尘来的就不用紧 所以如果好像是有那种stain啊 气啊那些啊 你可以contain给developer叫弄美哈咯 好像这个flooring呢 你就要一个一个去敲哦 如果你敲到它的声音全部是平均的话就OK 如果你敲到突然间有个 咕咕咕咕这样子有个空洞这样的声音啊 表示说它粘到不粘到不稳哦 所以呢你就要拿一个随身带着一个有颜色的 sticker 然后你捏去地上 主要的就是说你告诉developer 啊你这一个这一块呢是有问题的 接下来你就要check这个门把哦 这个门把也是你每天用的东西啊 它按到稳不稳啊 你看这个OK咯很紧哦 有些它不稳的话这边会松啊 旁边这边 你就是要开水哦 然后给它大概这样满啦 主要是要check它的下面这边哦 有没有漏水 那你等一下只哦 如果是没有漏水 地上是没有事的话就没有问题哦 马桶这边你就要去check咯 一按然后看那个水它的充力大不大 check完了马桶你就要check这个水啦 如果它是有包满的water heater 你要check它的啊 啊 日度啊 然后它的这个water pressure 如果everythingOK就没有问题哦 还有就是我们的窗口 其实我们的窗口咧 要check的是什么 好像这些 你干嘛 这些其实我们check不到东西了 因为现在天气太好了 你要等到有雨天 所以 所以你要就是说要等一段时间 或者是雨天的时候呢 你不来check你就check到了了 如果它里面是没有碰到水进去里面呢 这些胶它是粘到很好的 然后窗口也是 它 啊 这个窗口是在上面开的 所以你看到它里面如果是雨天 是没有水进来的话 就是没有问题哦 然后玻璃的话你要看哦 啊 这个是从安脏灰尘的了 所以如果是有花那些 你也是可以跟发展商讲的 好像它的地上这些furnishing 好像你看没有到地的 就这些也是可以反映给发展商 就好像半天掉这样的那种感觉 细节的东西 好像这些厨啊 你看啊 你这样关它会不会自己关呢 啊 这个它会自己关看到吗 啊 如果这个呢 你看 你看 看到吗 书房这边呢就是 有个 安格是给你放洗衣机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 你看它的finishing 不是很美很粗 所以 你看 做这个就是一个node 给你自己做一个reference啊 啊 就好像 doorframe的finishing啊 flooring的那个finishing啊 在bedroom 2 刚刚给你看的 它的下面那个 然后 carpet close啊 就是它刚刚的开关啊 有一点不完美 然后呢 你就 跟developer讲哦 然后developer 才一来看 它就直接看你有粘粘子的地方 它就 很快的就把你弄好 然后我们在unit已经check了 lighting point 已经check了水 water pressure 那一些check by那一些material flooring那一些 check完了 没有问题啦 那么到最后你要check哪里呢 就是你的common area 就是你的facilities啦 按你来讲 developer应该要先拿到 CCC这个信还是certificate呢 才能给issue你这个VP的 然后你才可以搬进去住 也就是说 他要得到这个地方当局的认证 还有这个architect的认同 调查过后呢 确保这个condor 这个development是安全 然后everything是完成 才可以让我们搬进去住 那么这些大型的发展商 或者是比较出名的发展商呢 他会另外花一笔钱 不便宜的去 邀请这两家公司 一个是马来西亚 一个是新加坡 叫做classic 还有一个是conquest 来这一边去给分 还有确保 他这个安全度 还有确保这个workmanship 是达到最高的 这个标准指数 再来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 特别要给你们买lander的朋友注意 当你们 在这个dlp period 也就是说拿钥匙过后的 这个24个月 你们很喜欢做的其中一个动作就是说 我就马上就要找人把我的那个厨房 kitchen extend出去 或者是我要找人把我的这个living room 这个客厅 extend出去 所以当你extend了出去过后呢 在这个dlb period 如果是有crack 还是有出现一些漏水这样子的问题呢 发展上是绝对不会承担的 那么这一集的方产知识呢 就分享到这一边了 所以如果这个视频呢 你有学到东西的话 记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还有分享出去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我需要 碰到的一些话题 你想要知道的话 我下面有个whatsapp的link 你可以whatsapp给我 然后我尽快的回答你 不然的话 有时候我会比较忙我的同事呢 他会他也会帮忙回答你的问题的 我想要跟我的观众们 就是 搭一个欠 因为mco的关系 我也是知道有一些 观众呢 是要求我去 一些地方去拍 但是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mco的关系 然后加上我的手上也是有忙着一些东西 没有办法 就是说去拍 但是有时间 如果是 mco的情况好一点的话呢 我会尽量的去拍给你们 看你们想要去理解的那个环境 我是Eric 我们下一集再见